新疆南南退出CBE 还会有下一支吗 完全有可能啊 因为新疆南南这一次 为什么先做这不干了 核心原因就是因为不信任嘛 第一个不信任 当然就是兰协给出的这个判决结果 他针对兰协的这个判决 从事实跟依据上提出了这个质疑 他不信任 第二个不信任呢 就是他连兰协这个组织 现在都不信任了 管办不分离这么一个理由 大家都是喊了好些年了 最关键的他就直说了吗 就姚明的问题吗 兰协主席是姚明 而姚明在担任这个姚主席之前呢 曾经创立这个纵会体育 姚明呢是纵会体育的董事长 但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就这个兰协把大量的这个中间业务呢 交给这个纵会体育去做嘛 新疆南南这边就对主席的这个公信力 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嘛 进而就对兰协这个组织提出了质疑嘛 最后还有一个不信任最致命了 就是新疆南南他甚至都不信任 自己接下来还有梳理的地方了 也就是他已经绝望了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 按照程序上来讲呢 新疆南南是有一个可以继续申诉的机构的 就是在上个月11号 刚刚成立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 但新疆南南显然就没有走这个流程嘛 直接就退了嘛 也就是说呢 他也不太相信自己可以在那里呢 得到自己满意的仲裁结果 想到这儿的话就彻底绝望了 然后就欠乎自杀 然后就于死亡鹏嘛 为什么我说新疆不会是最后一次退出CBA的这个球队呢 因为你就这么想好了 第一个 只要兰协作为一个管事的 自己身上还存在那么多人 让人指指点点的 让底下的这个俱乐部不信任的现象的话 俱乐部永远对兰协呢 他会有一种心理 面服心不服 这种心理就是不信任的源头 第二个呢 还是制度问题 CBA其实是一个半职业化 或者是伪职业化的联盟 其中一个重要的这个表现呢 就是有些制度啊 是不明确的 制后的 甚至从娘胎里面一出生的时候 就不合理的嘛 那这个势必就会造成很多判决出来的时候 俱乐部这边就不服 于是就会像今天新疆一样提出各种质疑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蓝鞋这边 还是跟今天一样 我不搞听证 直接就一个板子拍下去 让这个俱乐部去吞下去 同时也没办法从这个制度层面的话呢 设计出一个独立于蓝鞋跟俱乐部 跟球员的第三方权威仲裁机构的话 那么以后一定还会有人反 因为你搞篮球在这个眼下 又不如多挣钱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心受委屈了 你就容易先桌子走人啊 那么最关键的是呢 就蓝鞋跟俱乐部的这个斗争啊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呢 是因为在他俩的这个矛盾的这个底下 还有一层火药桶啊 这层火药桶就是球员跟俱乐部的这个关系啊 就是劳资关系嘛 你这一对关系啊 经常是会爆雷的 他这边一爆雷 拱到上面的话呢 就把这个蓝鞋卷进来了 然后呢就会变成这个俱乐部跟蓝鞋的关系嘛 劳资矛盾其实更严重啊 你就回想回想这几年 你光是什么郭爱伦跟这个辽宁之间的 拉拉扯扯都几次了 王哲林 丁燕宇航转会纠纷 晚上还有成熟不穷的这个欠薪事件 包括新疆南来 是吧 其实一个重灾区 其实也是个问题频发的这个球队的 那这个呢 到其实也正 劳资纠纷是正常的 你哪怕是NBA啊 也存在不懂 这个不少的劳资纠纷 但NBA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得益于自己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制度 尤其是还有一个工会的存在 所以说你这个球队老板 你要赶胡来的话 工会就出面给你好看嘛 甚至如果说你整个联盟啊 让多数球员吃亏的话 球员集体起来就罢工罢塞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他们这边的这个球员呢 已经形成一股单独的势力 是可以来制衡这个联盟跟俱乐部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劳资纠飞相对就不容易出现 或是相对就不容易频频出现 且不容易走极端 那不就可以消化了 但CBA这边呢 制度不完善 工会呢 亚克克人就没有 好了 那俱乐部经常会出现一种 以大欺小的这个情况 球员多数只能够忍气吞声呢 但内心的这个气 积压太多 或是直接碰到一个 像周琦一样的硬骨头的话 直接就给你开干了 一干事儿就大 事儿一大的话呢 蓝鞋就来 蓝鞋一来做中间人的话呢 又回到了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又遇到了俱乐部 对蓝鞋不信任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说你说 这个事情咋整吗 这里我们先别去谈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存在腐败的问题啊 哪怕不存在腐败的问题呢 哪怕这个蓝鞋CBA公司 就是一身清廉呢 你就眼下这个局面 只要游戏规则不改变 那么一地鸡毛的事情呢 还会一件一件的轮番上演 对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新疆退出CBA 以及整个CBA的这个 运行机制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货天下 再聊